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是因为王一博势头正胜 极度心使然 黑粉开始出击 王一博和肖战其实有点像 自陈情令过后都是红的发子 同是流量王者 在接受鲜花和赞美的同时 自然也伴随着诋毁和污蔑 善意的批评可以接受 可故意抹黑不可取 王一博太火了 有他在就有收视率保证 就有播放量保证 也有肖量保证 他就像一块香波波 谁都想分一杯羹 所以他的通告非常多 剧本都是精选 综艺不参加还好 参加便是王者 热度持续高涨 音乐方面也有所突破 每个舞台的表演都值得点赞 重点是他的热度持续两年多 依然没有削弱的迹象 反而越来越火 木秀鱼林封闭催之 这也是部分明星不想成为顶流的原因 因为要承受的太多了 而王一博就是典型 活起来之后造谣从未停止 哪怕告他也无济于事 换一个身份接着舞 实在可恶 二是王一博从不多言 让别人以为他好欺负 熟悉王一博的都知道 他其实是一个活力满满的 爱玩的少年 他不说话时确实像一座冰山 仿佛距离十米远都能被冻到 但了解后又会发现他是面冷心热的人 他不是不计较 而是懒得计较 他想给其他人改过自新的机会 奈何别人不要 实在忍不了才会走上法庭 人善被人欺 王一博也该刚起来了 该告的时候不要手软 还是那句话 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 黑粉是清醒不过来的 涉及原则性问题绝不能退让